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分享这种馒头的和面方法 因为有朋友留言说做的时候这个口感总不好 今天就详细分享一下 材料方面,准备的是中筋面粉300克 白糖5克 甘酵母3克 材料一定要充分搅拌均匀,尤其是新手 拌匀之后,发酵的整体状态才能一致 然后水呢,准备150克 加水的时候一定要加匀 不要一次性全部倒入 把水和面全部搅成絮状,然后直接揉面 在揉面的时候一定要把干粉完全揉透 至少要保证整个面团没有过多的干粉才OK 然后揉的时候呢,不用揉得特别光 怎么直接包起来发酵,也是OK的 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面团发好之后,它整体的手感会变得更软 而且呢,一定要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发透 如果说里面发不透的话,虽然揉面比较好揉 但是咱们后期发酵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所以第一次发酵,一定要完全发透 看一下里面的蜂窝是不是密集 像这样,就是OK的 再一个,揉面一定要充分的揉透 揉好之后呢,表面光而且有弹性 直接用擀面杖来擀 揉好之后,之所以让它表面光有弹性 就说明它已经上了筋道 这样咱们做好的东西才更加筋道 然后咱们这个面呢,直接擀成这样的大面片 上面刷油 刷油一定要保证每个地方都要刷到 千万不能漏掉 如果漏掉的话,它里面粘 咱们做好的这个丝卷馒头呢,它就分不开丝 然后叠的时候咱们不需要卷 直接像这样给它盖过来 盖的稍微宽一点 这样咱们后面展开也会比较方便 然后一丝一丝呢,也分得比较细腻 接下来用刀切成宽的条 切这个条呢,尽量保持大小一样 切开之后,咱们把这些卷全部打开 也就是把它直接条给它拉开 然后再取十根左右的条 全部捏拢到一块 然后直接从一头卷起来 卷的时候呢,一定要卷紧 这里呢,不要卷得太松 如果卷得太松,咱们蒸出来呢 它不会成为一个整体 它就比较松散 内量呢,就形成不了馒头 卷到最后,大家要注意 剩下这一点呢,一定要给它紧贴这块面的底部 然后放在下面 压住 然后在案板上像这样给它搓一搓 压一压,让它压牢在下面 将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形状 如果想做的更细呢,也是可以的 咱们直接把这些面条呢,稍微撑一撑,拉一拉 这样它就会变薄 然后咱们需要把两端给它捏住 从一头卷紧 这样操作给咱们第一种方法做出来呢 是两种 一个是比较厚一点 一个是比较细腻一点 但是个人感觉呢,厚一点的口感还是相对较好 太薄呢,感觉不到筋道 丝卷馒头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和面的关键就是这块面 一定要和的偏软一点 这样咱们不管是拉伸还是操作都比较容易 做好之后还和平常馒头一样 发好就真的OK了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